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修联的讲师高罗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习了垃圾回收机制 对吧 学习塞神的垃圾回收机制 对吧 塞神垃圾回收制 对我们了解塞神的生命周期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吧 以及它是怎么存储的 它文件是怎么消失的 是不是 都是很有帮助的 这节课我们来看一下 基于UR传递塞神的ID 对吧 是让大家了解的内容 那什么叫基于传递UR的 什么叫基于UR传递塞神的ID呢 什么叫这个呢 我们先看一下 咱们前边用的传递塞神ID就是客户的得保存一个塞神的ID 对不对 服务器的保存一个对应的文件 是不是这样的 那咱们用cookie是最优的 对吧 这种方式最好的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有的人稍稍懂一些技术的人 就觉得我访问的网站 这个网站会改我客户的文件 他觉得很不舒服 对吧 他就会偷偷的把这个什么 禁用服务器改客户的cookie 那这样的话 cookie不仅不能保存用户的信息 连塞神ID也保存不了了 对不对 那他也就登陆不了你的网站了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咱们模拟一下禁用cookie的情况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原来的程序没有动过 先看一下这个 在这个绘画现在是没有的 把原来的也清除掉了 我们现在访问一下 localhost 下边的1.php 你访问看一下4接Q接 对不对 是不是有一个对应的文件 我现在比如说 我多次刷新 是不是一直用这个文件 直的文件时间修改了 我访问到这个里边的 比如说兔页面 兔点PT 看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跟踪右路访问到这个 但是如果我现在是什么 我现在如果是禁用cookie什么样 我们工具 选项里边把接收cookie隐私这块 把接收cookie这块去掉 确定 确定 看到了吗 我现在刷新一下 是换一个新的ID 我对应一个新的文件 我再刷新一下 又换一个ID 是不是又对应一个 我每次刷新 你看 更别提访问其他页面了 对不对 也就是我在访问每个页面的时候 都会出现什么情况 新访问 给我们客户的保留不了我们的 对 cookie里边保存不了我们的三线ID了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 他也带不过来了 那服务器就不能用原有的三线ID 来开启我们什么 开启我们的绘画 对不对 所以他就会新建一个 每次都新建的话 用户每次访问都是新的文件 不会找原来的文件 就不会跟踪用户的变量 对吧 这样的话 这批用户 是不是就访问不了我们的网站了呢 其实我们可以做到 怎么做呢 看一下 基于UR可以传三线ID 什么是UR 也就是我们地址栏上 可以这边写一个SID之类的 传递我们的三线ID 明白吗 那我们看一下 怎么传递这个三线ID 我们最好是把程序的链接做出来 我这边加几个链接好吧 对吧 比如说 在一个网站上 通常我们都是先访问首页 对吧 然后访问各个页面 都不是直接在地址上输入 都是干嘛 都是通过链接去访问的 对吧 所以我们这块加一个 AHIR连接等于鞋个A换行 三个吧 看 1.PRP 这块来一个 2.PRP 这块来一个 THIE 3.PRP 看到了吗 对吧 然后我们这块来1 2 这块ESIT 推出那个程序 对吧 然后不光这有 我们在2页面 这个页面 我们也加上链接 所有页面都这样链接吗 重复了 对吧 现在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再访问一下 虽然ID现在也是变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这是不是有链接了 对 对吧 ID是变的 值就传不过来 就是30ID是变化的 对 我们怎么样的不变化 也就是我们在所有链接的后边 我们传一个 比如说SID 这个名称最好是必随便写 用咱们三身名字 对不对 那三身名字什么 你看 输出一个什么 三身 那是不是三身名字 连接一个等号 因为客户端存酷可以是不是这样存的 对对不对 在老门门里边都会自动加载 但是咱一会看 现在的变化 三身ID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 加一个什么进来 是不是变量进来 对对吧 作为一个参数 我们把每一个都这么加上 不光这加上 复制一下 看 我们这个位置也加上 来 我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你看 下边的是不是 看那个状态栏 上面是不是都有30ID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在访问兔页面 你看这30ID是719UQ对不对 访问兔页面 是不是变量名是这个30名 719UQ 原来这个变量是存在cookie里的 现在我们要是存在地质的二 这就是基于地质的二个圈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块 变量没收到 里边有新的一个30ID 对吧 因为我们这话你自己指定了 如果是在老门门里边 一般都是自动的 如果你名字起叫30名的话 自动34大会认这个 对吧 但是我们在新版本最好强制指定一下 使用session 什么 ID 咱说sessionID 不是过去sessionID的吗 对不对 那写它干嘛 它可以存参数的 它可以设置sessionID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会可以判断一下 sID等于 eMPTY 判断$下数性 get里边的 什么sID 这个应该是session 对不对 session名 对应的是我为空 如果不为空的话 相信get里边 就用sESM 对不对 否则的话我们就用一个空 是不是这样可以 你看一下 现在 我们把这个sessionID 传进来 这样的话就告诉session 我在开启的时候 用这个sessionID开启 是不是参数能把它接到 我们 再开启对不对 所以sessionID这块是什么 可以 设置 一下 用 已有的 什么 sessionID 开启 绘画 有点意思 那这块有了 我们 怎么的 图页面 是不是也得加这个 对吧 不光图页面的加 只要是每个页面在34大前面 是不是我们就得加上这个 这样才可以吧 那现在我们看能不能跟踪变量 我们再回到万 现在你看到这个sessionID是 9pi9 对不对 对 我们访问图页面 有没有数据跟踪 是不是还是9pi9 再访问万 再访问图 再退出 是不是都可以了 对不对 再回过来 再访问万 对不对 只要浏览器不关 是不是都是9pi9 对吧 那我们这话 谁啊 这个文件也不会怎么样 是不是现在虽然我绘画开启着 删出 你看虽然我绘画开启着 但是怎么的 2 1 2 是不是这一个 也退出 是不是也能删掉 对 也就是跟我们绘画内开启的效果 是不是一样了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了 什么问题 我们这样虽然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发发现 妹子有一个问题 什么呢 如果我开启 规划 那么每个地址栏 是不是还是有这个 对 就不是基于酷黑的了 如果这么写 就是基于UR的 对不对 这是酷黑是不基于UR 对 能不能做到 什么呢 开启酷黑 客户端开启酷黑 就是基于酷黑的 不开启酷黑就是基于UR 对吧 比如说我现在是基于UR 对不对 我现在开启酷黑 我现在开启酷黑 我现在讲工具 选项 接受酷黑 确定 现在是不是客户端我接受酷黑 对不对 对 我现在再访问 再访问住 同样可以对不对 对 再退出 但是地址栏里边 是不是还是有这一系列的东西 对吧 对 因为我们这块是固定写在这的 对 对吧 那怎么能解决呢 所以 系统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 一个 它的使用 对 这个常量 就是刚才他说的那种变量的方式 但是呢 如果是基于酷黑的 如果是基于酷黑的 就是酷黑开启的 的话 它是空 如果是关闭酷黑的话 它就是常量名和常量值 不是三人名和三人值 没有这意思吧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可不可以呢 我把所有的这个都换成这个常量 比这个写起还更容易 sid记着大写的 对吧 来 我们现在这块再写上 sid 我们把所有跳转页面的后边都加上这个 sid 看到了吗 都加这sid 然后我们 当然这个加完之后 我们好几个页面了 对不对 只要有链接的地方 我们就加上 再点一下 紫瑞页面 这就不用了 对吧 现在我都加上这个了 现在我目前是不是基于酷黑的 对对吧 我再回到万 现在基于酷黑我把后边地址去掉 你看 小心一下 这块 我们这块得这么做一下判断 如果 塞身明 如果是空 我们这样做吧 判断吧 算了 这再加一句 如果 sid 不等于空 对吧 我们才设置这个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不然空的话 开启师不行了 对吧 对 对 那我们在 其他的页面上 也加上这个 我刚才就得突然加的 对不对 在外上 再加上一个 得在实力页面上 再加上一个 就可以了吧 对 好 我们这回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万 是不是T3F2 对不对 你看 现在万页面 2页面 退出页面 你看点2 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有参数吗 点万 是不是也可以 有参数吗 没有参数 我们现在是可以的 得退出 对吧 再回过来 万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 对不对 当然我们刚才 那个退出 那3页面 那个没改 对不对 就这个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是可以了 对不对 我如果 现在再点兔 再点万 都是没有参数 对不对 我现在工具选项 我如果 不尽用cuk 我再刷新一下 是不换IP了 你就换三扇ID了 现在你看下面地址了 对 是不是带参数了 万 是不还是能跟动用户 三扇ID还是这个 对不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 基于酷配是这个 不基于酷配 也可以是这样的 对不对 GUR的也可以了 这就变成自动 对不对 但是这种方式还麻烦 麻烦在哪 所有的链接 我是不是都得加一个 这个 都加SID 对 所有的链接 我是不是都都需要 刚才好没有 所有的链接 我都需要加上SID 是不是要麻烦呢 对吧 能不能做自动的 也就是你看咱们想象一下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 基于酷配的 那就用酷配 不基于酷配的 所有有跳转页面 跟链接有关的 比如说表单 比如说链接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都是 往别的页面跳转的 都会自动加上变量 然后三十四大会自动开启 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了 对不对 这样方向都是理想的状态 咱说了 P是基于Linux开发 对不对 所以Windows这个功能 还是有缺陷的 所以能做表实验 所以呢 在课件里边 我给大家写上了 在使用另一次系统 做服务器的时候 在编辑P2P时 如果使就是 配置编辑P2P的时候 安装之前 配置的时候 如果指定了 这个配置选项 和运行时 我们把配置文件的 这个选项 它默认之现在是0 你把它改成1 就激活这个选项 配置文件这个选项 配置的时候只能这个 然后呢 配置文件这个又开启 那在客户的禁用库菲时 UR会被自动修改成带30ID的 你就不用去管了 你就做项目的 这些都不用驱动 对不对 如果没有配置 或使用Windows做服务器时 那你就咱们使用SI 就是咱们现在演示这个 对吧 所以建议使用Linis定配置好 如果你使用Linis 这两个选项 比如配置面 就是把一个0 改成1 对不对 你什么都不用做 是不是就直接 基于UR了 是最方便的 所以当时这个是需要大家了解 因为你现在用的Windows 你总会问怎么去弄 对不对 那这Windows 所以这是大家了解的 如果用Linis 这些都不用马上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就到这里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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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